哈喽大家好,我是家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做好吃的锅天 先从和面开始 500克的中筋面粉 少量多次的加入300毫升的凉水 就在我用手不断揉搓旋转的过程当中 一分钟不到 这个面团就和好了 刚和好的面团呢 它的表面不是很光滑 我们呢,给它盖上锅盖 让它醒面10分钟 让这个面粉和这个凉水 充分的渗透融合一下 10分钟以后 我们进行第二次揉面 你会发现非常轻易的 就让我们揉得非常的光滑了 揉好的比较光滑的面团 我们盖上锅盖 继续让它松弛15分钟 这样我们做剂子和擀皮就非常的省力 然后我们把姜切碎备用 把这个虾仁呢解冻 也切成小块备用 猪肉馅里少量多次的加入凉水 顺着一个方向进行搅拌 然后又打入了一个鸡蛋 顺着刚才同一个方向继续搅拌 这是第一步 我们先对这个猪肉馅啊 进行稀湿处理 这样呢 吃起来的馅料就不至于特别的干 而且呢 特别的鲜香 我们再加入咸盐老抽和姜末 继续顺着刚才的同一个方向继续搅拌 搅拌上劲了以后呢 我们就加入切好的虾仁 再加入蚝油 顺着刚才的同一个方向 继续进行搅拌 搅拌到上劲 然后我们把韭菜清洗干净 清洗韭菜的时候呢 大家不要使劲的搓捏这个韭菜的叶子 韭菜的叶子非常的嫩 非常的容易搓碎 这样出水 所以我们不要使劲的搓捏这个韭菜叶子 然后我们把洗净的韭菜切碎 放在盆里边 先加入炒菜的油 然后和香油 把这个韭菜的表面呢 用油都包裹住 这样的话呢 就避免了韭菜馅儿出水 然后再把这个韭菜馅儿呢 和这个猪肉虾仁呢 顺着刚才的方向搅拌混合好 我们香喷喷的馅料就备好了 这个面呀 再经过十几分钟的松弛 也特别的容易揉搓和擀皮揉剂子了 我们把这个面团一分为二 另外一面先放回刚才的面盆里盖上锅盖 然后这个呢 面团我们就给它揉成圆形 中间抠个洞 就像这样 用力的拉伸旋转 它会变得越来越细 然后我们用刀从中间切开 从中间往两边搓 从中间往两边 用力的搓 搓成一个粗细均匀的长条 然后我们就像这样 旋转这个粗细均匀的长条 来切这个剂子 切完剂子撒上面补 干面也就是 把它们一个一个的压扁 压扁以后我们就可以擀皮了 就像擀饺子皮一样 擀饺子皮实际上有多种方法 大家根据自己的经常用的方式方法 来擀成一个圆圆的皮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擀出来的皮呢 就是中间四周 薄厚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进行处理一下 把四周擀得相对的薄一点 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擀的 就可以直接这样 它的整体包厚都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来进行包这个饺子 先从中间捏紧 然后再捏两头两边 给它捏成纸 这个锅贴的包法呢 有两种 一种是像我这样 包成饺子一样的 把两头都捏紧了 包盐了 然后还有一种锅贴的包法呢 就是把中间像这样捏紧 然后呢 两头是留着口的 不包盐的 所以说也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定 你是让它两头留着口呢 还是像我这样给它包盐 跟你自己的喜好 然后我用10克的面粉和120毫升的凉水 和成了一个面糊糊 和成了一个面糊糊备用 平底锅里加入炒菜的油 轻轻晃动锅的底部 让油受热均匀 然后我们用中火 或者是中小火 把它们一个一个摆放在锅里边 约两分钟之后 我们淋入刚才调制好的面糊糊 马上盖上锅盖 继续用中火 或者是中小火 约10分钟之后 我们打开锅盖 所有的水分都蒸发了 而且呢 刚才淋入的面糊糊 也都变得焦黄焦黄的 就可以出锅了 再调一个蘸汁 醋生抽和辣椒油 喷香喷香 焦香酥脆 馅料多汁的锅天 我们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请点赞订阅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